已经要出院了 对 差一点都跟你错过 你们吃过饭了没有 吃过了 我肚子好饿 找个地方吃东西 怎么 你不吃了 已经吃饱了 小夕 你也吃饱了吗 吃饱了 水军 你吃饱了就出去一下 你放心 我不会吃掉小夕的 小夕 不久前 水军告诉我说你们要登记结婚 这下没有遗憾了吧 小夕 你知道吗 我真的好恨你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恨过一个人 你跟水军怎么永远都长不大呢 简直又知道了几点 你连脑筋都没有 院长妈妈 真的很抱歉 其实我知道 你们两个人过去 一定很埋怨我 心里一定在想 如果我早早允许你们交往 也不至于会发生这种事了 世界上所有的病症都出自内心 可见你内心的伤痛有多深 居然会生这种病 居然会生这种病 你们一定很恨我 好了 不说了 我们要忘掉 我们要忘掉对彼此的歉疚 从此 从此把你心中的怨气 全部都消除掉吧 没有了怨气 让自己好起来 好起来才有力气跟我斗下去 好起来 好起来 才能听我发更多牢骚 明白吗 你一定要好起来 最近好吗 最近好吗 你想知道吗 我不想知道 不想知道你干嘛问我 你找我来做什么 既然找我来应该有话要说吧 小夕病得很严重 他得了绝症 活不了多久了 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 没看到你我跟谁说啊 那个叫知音的 你们最近没有见面啊 他没有告诉你吗 小夕还生了个孩子 孩子 谁的孩子 不知道不知道 是军哥的孩子吗 我不知道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不要问我 那丫头是不是疯了 都快死了还生孩子 那个时候没有办法把孩子拿掉 不然的话孩子会死 小夕恐怕也很危险 应该去看看他 毕竟我们三个在希望这家一起长大 在这个世界上 他唯一能够依靠的朋友只有我们了 我们又不是外人 你的脸口准备的怎么样 吃饭了小夕 起来吧 吃饭了 什么时候煮的饭呢 是稀饭 放了牛肉跟豆腐煮的稀饭 快点尝尝 怎么样 好吃 可以吃得完吧 嗯 几分呢 一百分 哇 你怎么这么慷慨啊 满分是两百分 味道淡得要命 你本来就应该吃的淡一点 以前你吃的东西都太咸了 你不吃啊 待会吧 我想先这样看你吃 怎么了 看你吃东西我就觉得很饱 小心 你真的好美 这我知道啊 我会继续维持美丽 诗君哥你也吃啊 我们去旅行好不好 要去度蜜月啊 你怎么会想去旅行啊 不行 暂时不能太过劳累 我们以后再去 没关系啦 上次我们一起去的那个海边呢 我好想再去那里 什么时候去 等身体再好一点 我身体好多了 去旅行嘛 我绝对不会让自己太劳累 到了那里 我会整天躲在房间里不出来 我们去嘛 快点吃饭 明天我们去医院看宝宝 喂 好久不见了 喝一杯吧 我听说你们结婚了 嗯 我才刚听说 她得了绝症是吗 你疯了 干嘛还要跟着小夕 小夕病人那么重 你为什么还要结婚 这样场能有意义吗 你认为是成了 这就是成了 这种事就像你这种 从小过惯舒服日子的人 才做得出来 换作是我 我绝不理会那种的 你们根本是虚荣心作祟 死丫头 什么蠢事都做得出来 连要死了还要连累别人 下面 小夕她不会死 你别说这些没有根据的话 死亡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我全都听说了 是谁 谁敢说的那么肯定 你带回来 大哥 她凭什么那么肯定地说 小夕她会死 对不起 改天到我们家来做主 小夕看到你会很高兴 我不太想去你们那里 这哪里 是会议要我拿给小夕的 哪天如果你心情不好的话 拿这些钱去买酒喝 从以前到现在我一直很讨厌你 专门挑一些我不做 或者我不会做的事情去做 这里有你的结账 我先回去吧 没错 没错 你说的对 人不会那么容易就死掉 小心 我先来说 我先来说 你不敢说